二和女人最难以启齿的七个隐私 一 择偶时没有自信降低标准选择男人 才看清男人真实面貌 现实的残酷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怀疑与失望 没有了动智 没有了信心 甚至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人一等 不配拥有幸福的资格 所以在二婚时为了结婚而结婚 降低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二 恋爱时怀疑男人人品 迟迟不敢结婚 再度谈恋爱对于感情发展的流程 已经轻奢熟路 没有了神秘感 没有了热情 甚至对男人人品也产生怀疑 愿意和对方一起谈恋爱 却又害怕不如婚姻 害怕对方不值得自己托付一生 三 同居时 担心二婚男人在乎常常表现 决定与对方叹进一步关系时 却又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对自己十分不自信 担心身材不好会被对方嫌弃 又担心对方在乎自己的性表现 担心对方建议自己是离异女人 四 怀孕时 惊恐二婚男人是否在乎怀孕历史 结婚后为了巩固婚姻 很多男人都会提出要孩子 可是有些女人在投婚时 因为懵懂无知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为前夫怀孕过几次 所以在二婚时便有很多的担心 自己是不是能怀上 是不是高龄惨妇了 是否还适合生孩子 她是否还在乎自己的怀孕时 五 生孩时 害怕二婚男人不疼带来的娃 很多女人在离婚时 争取了孩子的监护权 不忍孩子跟着后妈一起生活 可是在二婚时 却又担心二婚丈夫 不会心疼自己的孩子 在二婚怀孕过程中 女人最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受到排挤 从此受宠 怀孕时压力会比较大 六 生娃后 忧心婆媳之间矛盾不断升级 二婚的婚姻生活 女人会担心婆婆无法真正接受自己 因为在你的面前 已经有了一位前妻 婆婆会不断拿你和她做比较 七 过日子 惊恐丈夫和前妻藕断丝连 有些女人在二婚时 由于闪婚 导致感情发展的过快 没有及时了解二婚丈夫 与前妻离婚的原因 婚后发现她们藕断丝连 令很多女人崩溃 君子